說球鞋的人,有什麼興奮得過開箱球鞋? 就是開箱兩隊 Hello 大家好,Fab 今天要開箱兩隊的球鞋,這兩隊是什麼呢? 給大家看看 第一隊Coby,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網上都看過了 Coby 4 Pro Troll Gold Medal 其實我有一輪,不過我沒空拿出來拍 這次連同一隊Bot仔,就一次過拍 首先說回今集沒有性能review Coby 4 Pro Troll和Bot1的性能review 已經在太久以前做過了 Coby 4 Pro Troll,其實我很近期都穿過一次打球 你問我Coby 4 Pro Troll是否一隊性能非常好的球鞋? 它的性能是好的,但去到現代的頂尖球鞋來說 它是有一點差距的 原因是因為它的鞋底後面的設計是比較古舊 和現代的球鞋是相差了一點的 但Anyway,Coby 系列始終都是經典就是經典 其實Coby 4 Pro Troll這對 Gold Medal 實際上這個金色好像是Coby 沒什麼穿過 我沒有記錯的話,它應該是沒有的 不過Anyway,它後面這個位置做了10號的字 USA的字,金字這個位置也很帥 前面的皮和壓紋面,其實你要留意到 這個金色7皮和這個部分是用不同的皮 這裡是類似蛇皮的部分,這裡是用荔枝皮 所以純粹金色已經有兩種不同的層次 另外,它旁邊的Fly Wire也做了一些線條的紋 所以跟一般系列來說,你感覺上 看起來的質感上也有不同的 後端部分用荔枝皮,這裡也是同一個做法 荔枝皮用荔枝皮,後面這個TPU位置 金色也噴得比我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有一雙KD16的Nike by You,那個位置的金色沒有做得那麼漂亮 整體來說,這隻鞋在金色的部分是做得非常細緻 雖然鞋底有部份用Transition Robber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用來打球 所以都不是那麼重點 整雙鞋整體來說,鞋身做回雙色配搭 鞋章又做回金色 所以整個設計語言的誠意來說 這雙鞋真的非常充足 外觀真的不能輸 你真的寫得我來打球,我真的覺得它比較厲害 第二雙鞋 之前有一雙鞋子紫色那雙真的好不好買 很正常,那雙鞋子紫色的顏色 連我都接受不到 一個紫色控也接受不到的紫色就很難搞 但這雙鞋的樣子真的挺帥 蛇皮其實我之前不是那麼喜歡 但這雙鞋的樣子和顏色的確是我的杯茶 還有它做回後面的書頁,做回白色的部分 整體來說,搭上這個蛇布也是挺帥的 再加上它有些類似做生膠底給你享受 亦是另一番味道 因為這一款再搭生膠底 和一般搭上其他膠底的層次又不同了 它的優閒感又的確提升了另一個層次 所以這雙鞋子純粹說外觀設計來說 就真的不能輸 當然我看到香港也不是很好賣很難賣 但因為去到這麼多顏色的熱度都退了很多 因為性能不太好 所以熱度都退了很多 但是如果純粹說襯逛街鞋來說 它的樣子,喂大哥,你去哪裡找呀 這些真是高級款來的 利物騰元號也穿 潮褲也穿著鞋子,你不是說這雙鞋不夠潮 這雙鞋最大的問題就是 標榜的又能打球又能逛街的功能 我覺得就不是真的這樣 Anyway,它作為一雙逛街鞋來說 雖然不是超舒服 但也比一般的復古行家鞋好一點 性能方面雖然有欠缺 但你真的走過要打街的,它也不會穿死你 今天的球鞋欣賞到這裡 如果大家的問題,下面留言訂閱 分享我的頻道 這樣就收到相關知識,拜拜 拜拜 MING PAO TORONTO